这场木偶戏今天下午三点钟在台北市新公园演出庆祝明天的戏剧节 今天下午演出西游剧 虽然台北市天气仍然阴冷 可是观众已经有好几百人 两位担任技术主演的青年男女 担任李和尹小青 都是在我国学习华语的法国人 他们两个人在三个多月以前 向国内文明的掌中班师傅李先路拜师 学习布袋戏这种我国古老的民族艺术 更难得的是 他们两位今天都以国语发音 来主演西游剧中火焰山的一段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手法和动作都已经重归重续 外国人主演布袋戏 在我国布袋戏的历史上还是唱剧 今天晚上七点钟 他们再度合作演出革命继续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过人民帶行 sto seven